而另外一方面呢 以色列其实号称是一个科技国防实力十分精尖强的国家 同时也有全民皆兵的概念 但是在这一回的哈马斯袭击当中 似乎忽略了传统的地面攻击 导致呢这些哈马斯忽然式的发动的空袭 紧接着来空袭南部 来晋级这些南部的城市当中 让他们猝不及防 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推进 越来越多在当下以色列寄兵 还有民防人士的反击画面也流出了 我们先要带您看到的是 这是以色列当局公布的这一名骑警呢 他就只身一人骑着摩托车 直接看到哈马斯的这些民兵 一边骑摩托车宛如电影一般一边狙击 同时在边境城市当中还有女协调官 发现不对劲 没有等到圣级的命令 他当下立断就带领着其他的组织的 这些民众开启武器库接连击毙 侵入社区的25名哈马斯的击兵 这些人也显示了 其实以色列在面对战火 纷飞冲突不断的时候 他们的民防组织呢 其实也是训练有素 但是这一回由于中间的 这些情报失灵 在基层当中 还是有很多人动员起来 捍卫自己的家园 以色列警察一边骑车一边瞄准开枪 因为前方有哈马斯成员开车加速狂奔 地点就发生在加萨边境的内提沃特 幸好这波交火成功击毙车内两名哈马斯民兵 这是突袭首日大批乙军 在尼阿姆地区与哈马斯 激烈交火的镜头 报导称当天有一名 年仅25岁的女协调官 果断带民众击毙25名哈马斯成员 她也被以色列人称为女英雄 现在我们正在活动地团 背后你能看到车子 完全烧毁 这些惊弱的景色 以色列一边强势回击 一边呼吁国际帮忙 但哈马斯似乎还是有反击力量 哈马斯又朝阿什克隆发射多枚火箭弹 CNN记者惊险折疾 铁穹系统启动瞬切 他们认为全哈马斯兵兵 哈马斯不认输又公布首日攻破以色列围墙的新影片 目前外界人不清楚哈马斯还储备多少军力可以继续攻击 以色列显然还有硬仗要面对 这些新闻 综合报道 而近日以色列为了还以颜色既已日夜的不断空袭 加萨走廊地区其实在当地也造成了900多人的死伤 对于接住在哈马斯控制地区的这些一般民众来说 也是陷入了人间炼狱 而我们可以看到受害的不仅平民 还有巴勒斯坦的记者以及两名哈马斯的高官的官员 其中一位就是负责策划这一次恐怖袭击的财务长了 而现在以色列国防部长更宣布 解除所有军队作战的限制 这也凸显了以色列现在可以说是全面动员 要来压制打压哈马斯 深夜中远处不断冒出巨大火光 以色列报复哈马斯连夜空袭轰炸加萨走廊 加萨的空袭警报再度响起 随后一枚接着一枚的飞弹来袭 已军队加萨超过200个据点发射炮弹袭击 放与望去只有破坏所有大楼都被炸得坑坑巴巴 片地都是瓦砾碎片 从上周末以巴开战以来 加萨已经有超过900人丧命 其中还包含两名巴勒斯坦记者 另外还有这名加萨记者 用手机记录下以色列的不间断轰炸 他在家中才报道到一半 就被炮击声打断 他甚至因为当局的撤离令 已经避难三次 但竟然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而乙军的报复行动中 无人机顺利斩炒除根 击毙两名哈马斯高层官员 以色列指出这两人分别是负责 这次哈马斯突袭行动的财务长沙玛拉 以及加萨地区协调负责人穆阿玛尔 而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更落下狠话宣布 解除国防军队哈马斯作战的所有限制 准备全面进攻加萨 要让加萨永远不会恢复原貌 TB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以巴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是纠缠百年已久 甚至可以追溯回到二战时期 这犹太人希望能够复国朝还有国际社会的同情 加上数以万计非常多的犹太人 他们移居在以色列当地 跟原本在当地也有千年以上的阿拉伯民族 从领土人口甚至宗教上面不断的发生冲突 百年以来这冲突未解爆发了多次战争 一直延续到现在看到的这一波的一巴冲突 你要说谁对谁错 这其实中间牵涉太多财产土地人民宗教 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非常复杂 但是可以说这是两个民族百年以来互相伤害 冲突不断螺旋上升的结果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究竟目前各国方面 对于这次一巴冲突也是严正以待 除了部分的阿拉伯国家呢 是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之外 其实西方国家他们都表态说 其实是谴责攻击平民的暴力行为 也希望冲突不要再扩大 能够进一步的来调停 而台湾方面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这地缘政治的紧张 会不会牵动到台海的局势 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 就有国民党立委陈以兴关心 尾巴的战火问题 对于曾经也到阿拉伯地区 担任过副武官的这个国防部长的退 曾经担任国防部长的退府会主委 他是如何看待呢 这个冯士宽呢 他其实也进一步说明了 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 可是他认为 如果没有办法和平解决的话 事态会很严重 以色列为了自己的安全 可能会歼灭另外一个民族 立法院被巡台上退府会主委冯士宽 为潜见小组召集人黄树光保渠 把价值通通奉献给国家 是否也在说自己呢 昨天初一度传出大鹏主委要转任政委 被寻到一半立委问他怎么看以哈冲突 他一开头自己这么说 前面说我要调政务委员 我以为我已经放下重担 在整理我的这个行李 你打包行李了 当然啦 我打包行李是一个军人的一个 前置作业的一个习惯 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 你给你高升到政务委员了等等 我也不晓得政务委员做什么 认为后期冯士宽怎么看中东局势不是没道理 因为中华民国和沙烏地阿拉伯还没断交钱 冯士宽曾是派驻当地的副官 我们几乎负责大漠案的为主 他被阿拉伯国家包围 他只有以暴自暴 以牙还牙 来求得国家的生存 以巴关系却是复杂 总统府和外交部第一时间的态度 都是选择谴责恐怖主义威胁 为直接选边站 我们不应该偏颇哪一个国家在中东的 我们应该像我们在以色列都有设五官处 中东国家的人其实都是很平和的 所以我在想我们台湾的立场 今天要广结善缘 大鹏主委这段话说得欲重心长 TVBS新闻高本力张家霸 刘婷婷 H小组台湾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而动弹了中东情势 台湾方面我们应该要如何面对 要从这一次的冲突当中 学习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目前我们线上已经邀请到的是 台语国会议员联议会会长 中嘉宾中委员委员晚安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委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举国还有包含全世界 都在关注尾巴这回的冲突 但是我们也知道 尾巴的百年情仇盘根错节 但是我国从经贸科技 还有很多领域上 其实都跟以色列多有合作 那这一次的冲突当中 其实我们台湾应该在外交方面 表达什么样的态度会是比较好的呢 还有中东地缘政治的紧张呢 势必也会让国际社会的资源 还有他们的关注集中在中东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也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交界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也要应该多多留意呢 好我想首先呢 站在对于以色列的人民受到恐怖攻击 我想从府院我们一致的态度 就是谴责这样的暴力行径 因为在任何民主国家 恐怖攻击都是应该要被谴责的 那当然以色列长期以来 他们人民就是在战我当中成长 因此呢 我当天也致函给以色列的驻台代表 表达我们对他们人民捍卫他们家园的英勇 表示敬佩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呢 这个攻击行动啊 对他们的伤亡造成的伤害 要尽速的被平息 那因此呢 我觉得现在从跟以色列代表 他本身的发言来看 就他们外交系统是把定位 这是一个恐怖组织 那么哈马斯呢 他甚至谈不上是能够代表巴勒斯坦 这一个政府的一个组织 那也因此这样子 我们也看到后续 从媒体上的报道 他们辱获人质呢 事实上也的确好像恐怖组织所为 那因此在这里 我们似乎还谈不到是战争阶段 这所谓的选边站的问题 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的国王部长现在退位主委呢 在提到在这件事情上 那无论如何站在民主自由阵营的一份子 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去支持任何国家的人民 捍卫自己的国家的安全 那也因此呢 我觉得在台湾看待这件事情上 我们基于人道的立场 站在民间的社会的角度 我们是对以色列目前的 伤亡的情况 向他们的代表表达我们的关切 那至于说前面提到的 过去台湾和以色列的经贸交流 其实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很多 比如说以我屏东一个农业线 我们就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农场 使用的是以色列发展出来的机关设备 那事实上在我们台湾的农业 畜牧业当中 也有以色列背景的这样的生技公司 来协助我们台湾建立一个农业 循环农业的一种方式 所以其实以色列跟台湾之间 我们的密切的交流跟合作 可能比很多人想象多的 还要更深入还要更广泛 委员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一次的情势 不管是哪一方 我们其实站在民主自由立场 都不乐见平民被屠杀 还有这种无预警的攻击的行动 或是互相的这样武力报复 不过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也有看到 其实台湾人对于以色列的印象 都是高科技军武的输出国 非常坚实的国力 可是这一会儿我们看到 他们引以为傲的铁装系统 却没有第一时间发挥作用 同时哈马斯似乎也是有意图的 来发动这些突袭 第一时间让以色列措手不及 那相对于台湾来说 我们一直以来都说 希望可以把台湾来往不对称战力 刺猬导将的方向去前进 去做一些准备增强自我防卫的能力 但这次以色列的事件 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值得借近的地方的委员 我想偷袭者永远占一个先手的机会 但是有没有万全的准备 有没有适当的意志力 才是在后续的发展中 能不能维护自己的安全跟国家 才是重要的 那么我们任何都很知道 守法的人民 你面对盗匪的突击 你第一时间一定是吃亏的 所以我是觉得倒也不用 因为以色列在第一时间 似乎被恐怖组织突起 被他偷袭 就觉得说 那可能以色列他自己在 是不是国防安全上的策略 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还是这样觉得 再怎么严密的防备 你都无法阻止小偷盗匪的横行 我想任何的安全设备 任何就算我们家里的防盗设备 也没有万无一失的 那重点是 偷袭者他一次可以得逞 后续呢 后续就要看你怎么去对应他 所以我是觉得 先不以目前的眼前的战况来 目前的伤亡的状况来衡量 那怎么样以色列他在之前的战役当中 赎罪的战役当中 也是因为遭逢了损失 后续呢 才进行反攻 才摆回一层 那我们还是要强调的 这一次的事件 并不是在计较双方 伤亡啦 损害的多寡而已 而是要去评估说 捍卫自由的代价 是你永远要随时全神注意 全神贯注 才 就算是如此 也还不能够防止敌人对你的侵犯 那是如果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 所以那后果更是惨不堪设想 以色列这次的经验看得出来呢 虽然他们拥有很坚实的军务 但是不能松懈不能防备 同时也要拥有自我防卫的韧性之外 还有及时的应变能力 对于不管是哪个国家 特别是处于地缘政治 这种摩擦地带 像是以色列或是台湾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谢谢委员的分析 谢谢 好其实我们带观众朋友持续关注到的是 其实这一回呢 引压的冲突突然的发生 在台湾也有许多滞留在台湾的 以色列的旅行团 他们看到家园呢 目前陷入战火的纷扰当中 其实有些人也是心急如焚 同时他们想回去 可能也面对回不去的窘境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 现在呢 其实双方的飞弹在领空当中 飞来飞去 很多的航线呢 根本都断了 欧洲呢 很多航班已经停止飞往了以色列当地了 所以呢 有以色列人全团都滞留在台湾 可以说相对来说 没有家可以回去 那么呢 就有导游说 原本十一团要返国 现在呢 这班机取消 大家都只能先待在台湾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 现在由于以色列的国防部 稍早也有宣布说 解除了所有军队的作战的限制 而且他们同时也在边境 发放了一万把的突击不僵 希望能够提供民众自卫的能力 同时呢 如果再有人入侵的话 也会扣下板金来杀敌 而同时 以色列也展现他们团结一心的气势 高唱国歌要来捍卫他们的人身安全 社区高楼传来令人振奋的声音 以色列民众集体高唱国歌 展现团结的一面 另外打击反国的以色列民众 在准备降落前 所有人在机舱内站起来 一起高唱国歌 为彼此加油打气 以色列国安部长宣布 所有城镇都会发放突击步枪 除了自我防卫 也提供志愿者杀敌 第一波将发放四千把步枪 CNN团队在南部城镇直击以色列和哈马斯基站 趁夜间跨境袭击的哈马斯武装军遭到炮袭 加萨边境出现大量坦克和装甲 以色列宣布解除所有军事限制 地面阵准备全面开打 不过发动地面阵必须相当谨慎 因为可能落入哈马斯的圈套 北约前指挥官认为 如果演变成地面阵 将是一场硬仗 北边还有黎巴嫩和叙利亚威胁 这场战可能拖上数星期 甚至数个月 TVB新闻正好报道 而哈马斯突袭 以色列南部的村庄 现在越来越多的消息传出了 就有被绑者现身说法 他说哈马斯明丁集团 是直接闯了他老家当中 挟持了他的爸爸妈妈 但是爸爸妈妈集中生智 好言相劝这些民兵 甚至还煮饭给他们吃 最后是他们的儿子 也是这个现身说法的民众 他就直接说找来了当地的武装警察破门 终于解救了自己的父母 整间屋子被哈马斯民兵持枪 轰到面目全非 墙上满是弹孔 厨房也全毁 屋主是这对结婚 41年的夫妻 在自家被挟持 长达20个小时 为了保命还亲自做饭 试图让哈马斯民兵放下戒心 夫妇的儿子是当地警察 发现爸爸妈妈被挟持 带着特警回家救人 一共五名武装分子拆窗户 闯进屋内挟持 最后通通遭到特警击毙 但在以色列遭到挟持的平民 还有多少实在难以估计 尝试回播电话 传讯息给儿子 但接下来却再也没有回应 失踪的赫石哥德堡波林 当地时间7号参加音乐祭 庆祝23岁生日 碰上袭击 遭哈马斯武装分子带走 只留下两封讯息 就音讯全无 夫妻俩已经提供儿子的DNA样本 希望警方可以尽快找到人 他们从美国芝加哥搬到耶路撒冷 没想到却碰上战乱 另外根据美国白宫的说法 至少20名美国人失踪 恐怕也都沦为人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7点到9点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